哈喽大家好我天天 那今天的这一期视频呢 继续和朋友们说说中国篮球 那么目前呢CBA联赛当中啊 还有十多天啊就是正式打向 目前不少球队都在抓紧时间 进行最后的热身赛的备战 那么备受关注的山东满篮 就在最近和北京手钢 展开了一场真刀真枪的较量 结果呢山东队 是第四阶赞品的情况之下 利用最后的24秒而连得了5分 最终拿下了本场热身赛的胜利 要说这场比赛呢 山东队获胜的绝对功臣啊 非高士岩莫属 最后24秒高士岩呢 先是利用中距离得到了2分 紧接着又抢断成功突破分纳球 给到了埋伏在底角的架成 那正是由于高士岩呢 在最后时刻的冷静发挥 才帮助山东队逆转 并绝杀了北京手钢 核心价值啊也是展现的一览无语 本场比赛啊 高士岩是拿下了21分6主攻 以往都说啊 高士岩进攻端不稳定 那本场比赛呢 命中率是高达了70%以上 特别是对节奏的把控 勤车输入 就连小外援 罗切斯特的表现啊 都比不上小高 本场比赛呢 山东队的三名外援呢 加在一起得到了28分 而高士岩一人就拿下了21分 那正好是应了那句老话 人逢喜事 行神爽 罗健的高士岩呢 在山东队啊 得到了他所想要的一切 场上的不遗余力 绝对是他心情的外在表现 那高士岩呢 如今可以称得上是名利双收 山东队呢 为了表现出对他的重视程度 让其担任了山东队的副队长 他将和陶汉林啊 一起为山东队的崛起 贡献权力 那要知道啊 高士岩无论是在辽宁队 还是在陈津的吉林队啊 从来都没有享受过 阻力核心的台语 而正是加盟了山东队这两年当中啊 龚小兵和徐藏所成全了这名 天赋满满的小后卫 高士岩在证明了自己能力的同时呢 也和山东队无缝的对接 那山东队的攻防转换数率啊 也是全面的提升 一直以来 山东队的阵容短板问题 也是极为的严重 那些无比的强大 但是后卫防线啊 却是武将可用 老将张庆鹏 39岁 执意的退役 山东队呢 仍然不想放人 从这一点呢 就可以看出后防的问题 的确是山东队的硬赏了 因此啊 以往的打法完全是以阵地战为主 而自从呢 高士岩到来以后啊 加快了山东队的攻防转换效率 每场比赛呢 山东队最少能够抢回啊 五个回合的进攻机会 那由于进攻端的提数 山东队近两个赛季的场军得分啊 照以往都是有了全方位的提升 那也正是由于高士岩的作用太过明显了 像今年夏天呢 山东队和辽宁队进行了多次的交涉 才是卢越拿下了证明核心的后卫 而高士岩呢 也将在B雷合同结束之后啊 立即的和山东队签署 顶行合同 对于高士岩来说 或许连做梦都没有想到 自己会成为顶行求人 因为呢 在辽宁队啊 高士岩即便是按资排备 也得等到三五年之后 才有机会挑战顶行 但是概率啊 也只能称得上是五五开 而如今高士岩呢 终于可以和郭艾伦平起平坐 都是两支球队的狠心后卫 那对于高士岩来说啊 更应该好好的把握眼下的机会 帮助山东队提高成绩 自己的地位呢 才能够得到更好的共骨 好了 本期视频我们就收纳着 记得房天天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拜拜